从今天到明天清晨是属于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的阶段 明天白天之后 随着冷气团的势力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温度也会比今天稍微回升一点点 到了周二周三 就是受到东北激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又会再度的往下降 那之后的话 14 15号之后又是逐日的会回升